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正在悄悄做准备 似乎想升级战争 以行动向西方发出强烈的核警告 中共二十大前 习近平一度隐身十天 引发政变传言 但官方至今没说明是什么原因 外界观察到 从清零 战狼外交等政策还都在持续 近期又连续众叛孙力军政治团伙 说明习近平还掌握着权力 一种看似合理的说法是 习近平一行人从中亚返国后 计案规定接受十天的隔离 但这似乎不是事实 和习同去同返的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9月19日已在福建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帕特鲁舍夫 外交部长王毅 9月18日就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近日中共高层参加数百人的十一招待会 全员不戴口罩 参加天安门广场祭拜所谓的烈士 全场数百人也都没有戴口罩 中共高层也知道新冠病毒形同感冒 根本不会对人产生威胁 所以习近平自行隔离十天的说法站不住脚 时事评论员岳山认为 习近平隐身十天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习近平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 习出访时在哈萨克下飞机时就脚下打滑 9月27日习近平露面 参观所谓的奋进新时代主题展时 也显示习走路略有些不稳 第二是可能习近平在拳斗中确实遇上麻烦 需要时间秘密处理 但不一定是政变这么严重 习还是能主导一切的 岳山认为习近平此番隐身更像是十年前 他当处军时突然失踪两周的翻版 中共十八大前 2012年初发生了震惊全党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倒台事件 薄熙来的部下王立军顿入美领馆寻求庇护未随 引发政局动荡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却在他接任总书记的十八大召开前不到两个月 突然神秘隐身两周 2012年9月1日 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后就没有露面 5日习近平罕见取消了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俄罗斯代表团的会面 10日也没与丹麦女首相会面 直到15日习近平才露面 中共官方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当时谣言四起 还传出了习近平被暗杀未遂的传闻 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当时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习近平游泳拉伤了背部 已经康复并重新投入了工作 还有与中共最高层有接触的人披露 在红二代内部会议上发生争吵和暴力行为 习近平的后背被投掷的椅子砸伤 这些细节颇具戏剧性 但无法证实 更普遍的说法是 习临近接班时才知道 他并不是终极的决策者 上边还有元老们插手安排 于是习就不干了 他这副准备撕破脸的架势 令元老们慌张 在保党的共同利益驱动下 元老让步 习近平或安抚 重新露面 最后在十八大上 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当面说 他决定卸掉全部职务 习近平当时赞扬他高峰亮节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习近平的个性看 习近平甩手不干 这一说法似乎更为靠谱 岳山认为习近平这次失踪十天 只有权力斗争中需要摆平 才值得习花十天时间来单独处理 习近平连任 若受阻 他一定会像2018年修宪破连任限制一样 再次霸王硬上弓 总的来说 中共黑箱操作制造谜题 习近平这次隐身十天的真实谜题 也许只有中共倒台后才能知道 中共10月16日召开二十大 但许多关键人士问题仍是个谜 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克强 是否卸任 总理换谁呢 英国智库整理出 担任中共总理的三大条件 李克强与习近平不合 早有传闻 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上 李克强的权力被削弱 特别是最近的防疫清零政策 与稳经济冲突 显示双方分歧不小 外界认为 李克强已经准备倒战下车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陈敏尔和李强 都是热门的总理候选人 其中今年59岁的胡春华 最有年龄优势 他以67岁的李克强一样 都毕业于北京大学 来自团派 胡春华也曾被胡锦涛 列为接班人 香港政治评论员 刘瑞绍认为 与没有入常的候选人比较 看不出谁比胡春华更有经验 因为他既有在地方的经验 也有在中央的经验 胡春华曾在内蒙古 与广东省等地担任党委书记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创办的 英国智库全球改变研究所 整理出了担任中共总理的 三大条件 第一是年龄 总理应该能够连任 两个五年任期 所以候选人应是出生于 1959年11月之后 第二是经验 自1987年 李鹏担任总理以来 每一位新总理都是从现任副总理中选出的 第三则是关系 与习近平交好 是获得晋升的关键 以此条件来看 胡春华应是第一人选 近期胡春华不断地吹捧习 包括最近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其中五十多次提到了习近平 报告最后也说 在李克强任期内 习近平已经逐步削弱了总理的职位 以至于任何继任者都很难利用这个职位来挑战习的权威 刘瑞绍认为 要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 习近平要同时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入常或留在常委的人 以后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利有没有影响 第二呢 这些人要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 刘瑞绍说 要不然他光把自己的人提拔上去 解救不了问题 而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 随着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地区继续推进 周一 10月3日 其南部战线又取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突破 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线 俄罗斯兵败如山倒 总统普京似乎有点恼羞成怒 再次向西方发出强烈的核警告 亲俄频道Reber 二日在电报Telegram上发布的一段录像显示 一列BPM-97装甲运兵车 和其他军用车车队正在俄罗斯中部行驶 这些装甲运兵车 是用来运送与俄罗斯国防部核武部门有关的物资 它们属于俄罗斯国防部第十二总局 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向战略火箭部队等提供武器 战略火箭部队又称战略导弹部队 是普京核计划的关键部分 俄罗斯火箭部队是由数十个导弹团组成 这些导弹团共同掌控着数千枚核武器 洲际弹道导弹 并负责维护和保护其发射中心 军事分析家穆希卡表示 这些部队的部署可能预示着普京即将升级战争 或是进行大规模核演习 与此同时 据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 该媒体获得的一份北约警告说明显示 俄罗斯可能已经部署了其最新的巨大核潜艇 比尔戈罗德号 北约警告其成员国说 位移北极白海基地的俄罗斯顶级核潜艇 比尔戈罗德号已经消失不见了 可能已经离开了北极圈的大本营 前往喀拉海测试其末日武器 波赛东核鱼雷 波赛东可以作为一种常规鱼雷使用 而携带核弹头版本的主要任务 是将核弹运至敌人的海岸 毁伤重要的军民基础设施 其可携带百万吨级以上的核弹头 爆炸时可产生两兆吨的能量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30倍 然而很多人对比尔戈罗德号的任务表示怀疑 因为这艘潜艇有600英尺长 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之一 它进入波罗的海却不被发现 将是非常困难的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 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